各位师兄大德 我是小赖 欢迎来到天天学习 天天进步频道 今天要分享的内容是 地藏菩萨说 还是毕业之后再找吧 菩萨的微神之力不可思议 满足众生的一切合理性的愿求 但是菩萨的有求必应 也比不上人心的善变 这个故事主角就是小编自己 大专时期 我是一个单纯善良的小男孩 没有经过世俗的污染 单纯到啥地步呢 举个例子吧 索达吉堪布做过关于供养的开始说 堪布开了一个玩笑 念完供养文之后 问佛菩萨可以把供养的东西给我吃吗 然后观想佛菩萨答应自己的请求 自己装成了菩萨声音说 可以 当初的我认为不是玩笑 我切切实实地这样做了好几年 呵呵呵 不要怀疑事情的真假 当初的我确实有那么单纯 为啥我会提到我很单纯这个事情呢 因为我觉得我的单纯是地藏菩萨给我感应的重要因素之一 当初我只是修了几天地藏法门 向地藏菩萨祈求愿望 地藏菩萨在我梦中给我回应 如果我记忆没有错乱的话 那是我大二的时候 那时候的我具备了现在大学生的基本特质 啥特质 那是在大学混日子 哎 现在每每想起学生时代 悔不当初啊 为何当初不好好读书呢 呵呵呵 抱歉 年纪大了就喜欢回忆往事 说回正题 说说我和地藏菩萨相识的起因 初知地藏菩萨大约是高二 后上大专拥有自己的笔记本电脑 慢慢地从网上的各种渠道得知了地藏菩萨的各种消息 尤其是地藏菩萨感应录一书对我的影响最大 让当时的我对地藏菩萨的信心 如同雨后春笋一般快速地成长 转眼间我到了大专的第二年 那时的我开始 尝试念地藏经 或许对新鲜的事物 人会产生一种叫做新鲜感的情绪 一旦拥有这种情绪 会令自己有最强的动力去做这事情 刚接触到地藏经的我 对地藏经产生了新鲜感 念诵时很认真专注 我从来没有那么认真专注过 那时候的我经常去别的学校读地藏经 原因很简单 因为别的学校风景好 就这样过了一段时间 我尝试向地藏菩萨祈愿 我的第一个愿望 便是希望可以得到一份工作 有一天 我做了这样一个梦 在梦中我背着一个书包 站在一个贴满招聘骑士的宣传栏面前 宣传栏面前站满了人 我只能我点住脚跟查找招聘骑士 突然 我的身边出现了一个和尚 其装束如同沙门 但是很奇特的是看不清他的脸 在梦中直觉 告诉我这位地藏菩萨 突然间和尚开口了 对我说 还是毕业以后再找工作吧 和尚说完这话 我就醒来了 梦中的种种 历历在目每一个部分都非常的清晰 似乎就是现实中刚发生的 现在回想起那时的梦中 似乎在预示我的未来的遭遇 比如宣传栏前人很多 代表住求职的多而职位少 社会上的竞争非常的大 而我点住脚代表住我站住不稳 缺少谋生的手段 或者没有精通一技之长 现在想来 其实这个是地藏菩萨向我示警 前文说了 那时的我在大学混日子 很不幸因为学生时代的不努力 导致了我毕业之后 谋职谋财不是那么顺利 所以我告诫大家 尤其还是学生的朋友们 一定要好好努力学习 令自己精通一技之长 这样对自己在佛法 或者世俗中的发展 具有很大帮助 当然关于梦中的种种 都是我自己的猜测 大家听听就好 大专时代的我还有一个感应 分享给各位 我从小到大 腰部就有一个小小的肉块 小时候不觉得如何 但是长大之后 尤其是上大专之后 觉得非常的碍眼 于是我向地藏菩萨祈求 求菩萨帮我把肉块搞没有 就这样过了一段时间 在洗澡的时候 突然发现肉块变大了 不仅变大 里面还有黄水 那时候的我 仅仅是稍微惊讶了下 便马上恢复了正常 穿好衣服 便上床睡觉了 对于很想睡觉的人 任何事情都无法影响到他 那时候的我便是如此 第二天 阳光照进宿舍 照到我脸上 不想上课的我心想 今天就逃课吧 之后的突然想要小便 我只能心不甘 情不愿地从温暖的被窝中起来了 艰难地走向厕所 厕所中 我发现腰部的肉块不见了 连一个巴都没有 地藏菩萨相当之给力 刚开头时 说到了人心的善变 是为啥 如地藏经说 言福众生 举心动念 无非是罪 托获善力 多退出心 若欲恶缘 念念增益 确实如此啊 以我为例 听别人说 这个法门很殊胜 那个法门很殊胜 就动心想要修 东修一点 西修一点 最后啥都修不成 人的精力有限 专注于一位 本尊法门的修持 修成就了 也就成就了 所有的本尊 因为本尊之间的关系 如同大海和河流之间的关系 百川可以会集成大海 大海也可以分成百川 好了 今天就分享到这儿 更多美文 请继续关注天天学习 天天进步频道 也欢迎把我们 推荐给你的朋友和家人 让我们一起 在阅读里 成为更好的自己 我是小赖 咱们下次节目再见